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后期黑发尼西简直不要太爽了 你们应该知道 谁才是至高无上的君父 谁才是这六界唯一的主 小爱想说 这样一个美美美美强惨的天地陛下才不是反叛呢 西西大概是发觉出了自己古装的魅力 接下来又有了我们的容器笔下 虽然一开始就是帝王足智多谋运筹帽 可是她体弱多病 今天咳嗽 明天吐血 毕竟会被青马掐 被女主退于配 最后生死也不忘保护女主 小孩简直要哭下了呀 母后 你让我想再伤入了班里 这就算是死 你绝不会让母后得逞 容器和润玉一个是天上神仙 一个是人间帝王 让我们看到了芸汐在古装剧中的实力 在人器刚刚大涨的时候 芸汐就提到过 我觉得我不喜欢那样的 就是什么所谓的一夜爆红啊 或者就这样 因为我觉得在你自身没有能量 没有内容 你到达了那个位置 那接下来 等待你的就是消耗 当你消耗完了之后 我觉得这个人的价值也就没有 我就是喜欢一步一个脚印 先不断的充实自己 让自己自身有能量 让自己充满了力量 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他并不期待一夜爆红 因为担心这会让他踏不到实地 实力和人气不匹配是很可怕的 由此可见 他的定位很清晰 就是要做一个实力和人气相匹配的优质演员 于是他接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现代角色 钱客周小山 这个角色是他一直期待挑战的 神秘而多面 在黑与白之间游走 一个卧底 一个前刻 靠美色 阿布 是神秘的气质 俘获了女主的心 还和初恋拥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可是 听说周小山又又又又悲剧了 接着又有了我们风流倜傥 潇洒不羁的上官透 啊 咱们西西终于有天气了 真是喜大普奔呀 风流而不游泥 眉角寒行却不演笑皮 你再看这耍扇子的潇洒香 这俐落的身姿 可谓是眉间寒笑 尘世却似有情 面若桃里 毅厉一寒锋芒 一把扇 两袖灰 三分带笑 加一颗四面玲珑听透心 携与公子 共看五零风起云零涌霸 再来说说袁总 霸道总裁 投行精英 市场上也太多这样的剧了吧 要演出一个不落俗套 还不招人演的总裁 简直太太太太难了 更别说还需要酥而不干 霸气又有情 但是看到了开机的帅气武剑套之后 小孩只想尖叫了 就尽快上线呀 在线做法 音乐片 虽然芸汐现象的重点在于演戏 但是她对音乐的热爱从未停止 第一张电子专辑代表作 不是我 一惊到底 尝试了足足64次 我还是我 今年出的单曲逆流而上 曲调星星 歌词有特色 有多少生命 才少少的你 网易临音乐 目前销量已经达到35万张 据说第二张专辑很快就会上线 大家一起期待吧 我相信 除了专辑和单曲 在抖音之夜和说十一晚会上 她也是一盏歌喉 你四年轻声劲 轻声劲 江珠丝马青 上世 琵琶行的戏腔和大鱼的吟唱都惊艳了全场 真是个宝藏男孩 时尚片 他猜阅两次米兰时装中 造型有复古 有星潮 有随性幽兰 有霸气侧漏 在杂志和街拍中也尝试了多重风格 有元气少年 暗夜惊灵 有脸生气 游戏酷盖 也有凌江银行 日式冷淡风 烧烧 欧美冷艳风 复古冷定风 等等等等 都是一净手念来 小海的口水都来不及擦呢 综艺片 超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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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不准的启动 一直不准的兴奋 很开心 很开心 我今天要加个班 我今天要加个班 把游戏玩到嗨 熟悉他的粉丝都知道 他情绪有点帮忙 有点爱玩的大男孩 大招大招大招 他不仅直播 还看游戏 还光明正大地参加了游戏综艺 大家好 我是罗云熙 自己也玩了一个摩西先生 最近还开启了第二季 我是罗云熙 一个爱玩的人 我要趟成都老家 玩游戏青 敢穿胶咖啡 还给哪吒方言配衣 猫子脱一个两位 欧比你欣欣一点 我死穴 我自己说了才碎 玩 我是认真的 他已经走过了九个春秋 默默地认真的走着 从舞者 从舞者 到歌手 再到演员 就像Cosmo说的那样 我仿佛看到了一个演员的青年时代 三二年 这样一个以鼓一惊 兴可言可甜 会跳舞 会弹琴 会唱歌 会演戏 还不焦不燥 追求自我提升 如果命运不光临 就要和他斗到底 有专业的态度 和业务能力的优质小哥哥 你还会来pik吗 也保留风机轻骨的傲然 全知又选 谢谢